去年你在中阿建交五十周年之际 专程来华出席了北京的冬奥会开幕式 今年又专程来华参加第三届一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这充分表明阿根平政府 特别是你本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和对中阿关系的高度重视 我对此高度的赞赏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祝贺阿根平 获邀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人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终而同为重要发展中国家 所肩负地推动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实现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 中方应同阿方一道深化战略对接 和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推动中央关系新闻支援